陈柏惟在今天呢 要展开了苦行百里 而且戚风苦雨中 我们看到他不穿雨衣 旁边人都穿雨衣穿雨衣 撑伞的撑伞 那他说要用双脚表达对土地 还有对乡亲的感谢 开始要徒步100小时 从乌日出发 好 大家是下了这个标 惨烈的雨 那么3Q妈也来了 他说每个人爱孩子的方式 都不一样 只是怎么会选择 招踏别人的孩子来成就自己呢 那今天他频频的帮陈柏惟擦汗 一再喊着说好心疼 妈妈的心当然可以理解 可是看到这边 陈柏惟要当苦行僧了 那这个最后这个100小时 他的苦情牌到底有没有效 先请教有到台中去观察的罗友志 有效 有效 虽然我不得不承认 他对台中人真的有效 我上次在千位这边也讲过 台中人是纯朴 尤其海线的人非常纯朴 他纯朴到超过你想象 真的 真的 那个你走到市场 那种不好意思 连罢免 这两个字都不好意思 共存的那种人 真的是海靠朗那种纯朴人 我无能为力 所以今天妈妈又出来了更有效 上次的哭已经有用了 我说实在的我讲真的 那个哭大概至少少了1000票 至少少1000票 今天妈妈大概少了3000票 就这一阵子好不容易赌博 还有那个造势的票可能又还回去了 所以这个也是3Q总部最担心的 因为本来他们可能预估的那个票数 如果再加上打电话而不出来的 那可能扣一扣加加减减 又是在那个门槛左右 如果是类似这样的话 就变成要赌运气了 那你选举人都知道 你会想要赌运气吗 通常你一定会在自己的票数上 拿捏到精准 对不对 原之你那时候要选的时候 应该也是这样吧 大概估票会让你心情很笃定吧 你大概不会估这种 差不多500票就会当选这种东西 应该不会吧 没有人会估这个 那现在状况就是类似这个样子 那我能说的是 厉害啦 因为他们毕竟就是 民进党很会很会 很会用悲情牌 很会用人心打动 打从陈菊那个时代 那个招牌动作 你说对不对 就开始煽动下面的人嘛 陈柏威有样学样啊 黄国昌最厉害啊 师生 记得吗 这戏指的 桥边 台风 那不是很像吗 画面很像吗 师背秀 明明有伞都不撑 他就不撑 那你就算 你明明把他笑成这个样子 黄国昌有没有差 没差啊 他还有第二刀第三刀 继续这样搞 这就是他们这些草莽英雄啦 好不好 我这样子讲民进党 或者是这些绿营的选串 他们就很懂得 这些老百姓的口味嘛 因为他们以前都从 跟他们身边人出来的 就阿杰阿姨阿 孙子 怕你是大 全部都是 都知道 他的弱点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很会 我想真的 所以你看这几张照片 我知道很多 现在的千惠粉 大概已经骂成一团了 我想大概 大概不出我所料 这大家都说假的啦 假的啦 怎么样 那个 养子不叫母有过 我说实在 你会发现 我没有对他妈妈 讲任何一句批评的话 因为天下父母是 我能怎么讲 那这个就毕竟是 陈家教育出来的模样 那我也不认为说 陈爸爸陈妈妈 教育出来的是不对 这就只是大家那种选择 而 我相信陈爸爸 因为他自己也讲嘛 他以前 陈爸爸就是有在八大 也就是所谓的游艺 去经营啦 有投资啦 他就这样的环境长大 那他妈妈呢 嫁做这样子的 那个洗手做羹汤 嫁做这样子的老公 他能够选择的生活是什么 他能把陈柏惟好好的代大 然后让他上了大学 现在还能当立法委员 这已经是光中药主了 所以他不是一个出生非常好的家庭 所以陈妈妈 现在看到他孩子 哪怕 我们认为他用不道德的手段 用光中药主 可是 对陈家来讲 那就是一个他们值得 书写一辈子的 人家说的嘛 三台没做官 这台做最大 这孩子就是我们 丹家的公营嘛 这一定会 一定会这样子力保他 你看他这样子 很多人已经 啊 罢免3Q完蛋了 其实我说真的啦 我觉得还没有这么悲观 但是现在是真的非常紧张 就是最后十天 最后十天 刚刚千惠讲的 其实我前面那些东西 我都不太看的啦 我大概两三个月前 三三三三个月前 两三个月 两个多月前 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已经讲了 这3Q一定过的啦 但是 你说一定会罢掉 对 我的前提是民进党 跟后续最后几天的 那个操作会是什么样 中常会就是一个非常关键 所以我上班也讲礼拜三嘛 对礼拜三 我讲13号 很重要 这一天就会决定 蔡英文出不出手 蔡英文出不出手 也关系着台中人 他应该会怎么走 但是我要讲回来 罢免 是 罢免票多余支持票 一般来讲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你蔡英文能够催出来 多少人去投反对 我的逻辑是这样 投下不同意票 就是 投罢免已经是一个难度了 对 投反对 反对罢免 你懂我意思吗 对选民来讲是千折百转 他要思考完之后呢 然后他还在出门 再去投下一个 对他来讲 反对 这个 罢免 他本来就不很容易做的事情 那难度非常高 所以我不认为说 在绿大于蓝 尤其在 蓝大于绿 也就是卢秀燕 现在历经突治之下 台中现在的状况 你觉得卢秀燕 会不会出手 我觉得两个女人 都不会出手 蔡英文也不会 蔡英文都会一翻两个眼 他不会自己出手 但是其实我上礼拜 已经写了一篇脸书 民进党已经出手了 其实民进党早就出手 我不是拿那个 LINE的那个截图给您看 其实从媒体的操作看 民进党已经出手了 整个LINE的第一个首页 全部都是反对罢免 陈博威的新闻 你知道民进党已经出手了 请问一下 民进党的媒体操控在谁手上 蔡英文啊 不管网军还是什么 你看蔡英文的网红实力 就是蔡英文的手上 等于蔡英文已经出手了 现在只是 蔡英文要不要肉身出手 好不好 肉身出来 自己说 大家帮我把陈博威留下来 类似这样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不会 但是他会在某种程度 会去指引 拜托 那个我们应该要把 台湾的民主象征 那个什么反中情绪 要能够支持好 那我们就要留下优秀的 那个同党同志 或那个他党同志之类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言论 但他应该不会自己出来说 一定要丢他下来 我觉得应该不会 那 卢秀燕如果没看到蔡英文出来 也不会轻举妄动 我想他不会跟得下去 因为上市不对下市 卢秀燕是上市 他今天对的是 那个蔡奇昌或者是何欣纯 那没有意义啊 如果蔡英文出来 他出来VS 上市对上市 这个战争 然后卢秀燕自己的格 才不会掉下来 所以如果我是卢秀燕 看蔡英文不出来 我也不出来 但是 两边 是蔡英文的势力已经动了 但是卢秀燕其实本人 连市府的都还没有下去 他连他自己的所有的能量 他都还没有下去 就已经现在是这样 卢秀燕其实只要点个头就好了 大概台中的状况 会有风起云有 但是点个头又是一个艺术 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常会 确实是一个关键 蔡英文出手到什么程度 而且点个头这个时机 什么时候也很重要 点头的时机 很重要 很重要 也许剩下两天一天 如果卢秀燕愿意在某一种程度 或者是对民政局局长下一个指令 点个头 我觉得依卢秀燕现在的实力 前几天吴子佳 吴董事长写一篇很好 是 派系要向卢秀燕低头 虽然他写得很爽动 但是卢秀燕现在就是台中的共主 如果卢秀燕愿意点个头 让民政系统 或者某一些系统下去说 市长支持 不是啦 你们去做 但我们不表态 光这一句就好了 我觉得3Q 或者是颜宽 可能义工 会如虎添翼 我相信大局就会定 那就看卢秀燕的态度 我觉得蔡英文是已经出手了 对我来讲 他真的已经出手了 只是他要表态而已 不是出手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这样 他跟他做的问题 是 是 是 谢谢观看